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這場 Your Nest is not my bot 由Tim T5的Charles跟Steel 帶來精彩的演講 Charles呢是資深的APT研究員 然後Steel呢 他其實是文組出身的 那他 很喜歡做逆向工程 他也很喜歡研究Windows Smartware 他還有自己的VTuber 真的太厲害了 所以我們來掌聲歡迎Charles跟Steel 嗨 首先 先來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Talk是Your Nest is not my bot 那 首先 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Steel 我目前是在Tim T5當作 情資威脅研究員 然後 基本上很喜歡什麼都玩 尤其是逆向分析這一塊 那下一個Charles 大家好我是Charles 那我是Tim T5的威脅分析師 那我平常的工作就是做威脅的研究 然後還有一些 用在針對式攻擊的漏洞 還有惡意城市的逆向 然後還有追蹤攻擊者的足跡 好 那首先我們先來講一下今天的agenda 那我們今天前面 在講今天主要議題之前 我們現在講 我們今天這份研究到底主要在做些什麼 然後還有 研究目的 好 那首先 相信NAS是什麼不用再特別多講了 大家 大家坐在這裡應該都知道NAS是什麼 那 尤其是 現在很多 家庭 或者是中小型企業 很多因為需要用到儲存空間 或者是 內部要多工 很多人一起 access 某些文件 之類的 所以會有 用NAS的需求 那很多就會 甚至買NAS當作小型的伺服器來使用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就是隨便找 找這兩家常見的 就是群慧跟 QNAP 那 可以就是找他們 DDMS 那個 Domain就可以找到 Google上其實蠻多結果的 那 可以看到有幾 幾百萬個 然後 QNAP又有好幾萬個 都沒在上面 那 可以看到這兩個數字比較的話 Synology 占的市場率其實蠻高的 那我們也可以從這點來看到 就是說 我們有稍微去找了一下 那 所有NAS裡面 有開放在 萬碟 就是有開放在 網際網路上的 那 很多人因為是要遠端辦公的需求 所以很多 NAS他們也不知道怎麼 secure 然後就直接 公開放在 網路上 那 我們可以看到光是 Synology的數量 我們這起碼能確認到的 就 就至少三百萬台了 那 QNAP的話 比較難確認 可是我們 至少能確認到 有開放在網際網路上的 至少一萬台以上 那 我們從這個圖表也可以看到 就是說 NAS 市值戰略是一直在 網上升的 趨勢的 那 尤其是在 過去這一兩年來 因為COVID-19的關係 所以 呃 有開始 有更多 要這種 小型伺服器的需求 那 就是 可以可想而知 就是這個NAS的使用量 會 是會一直上升的 好 那在近幾年來 我們也有看到 許多針對NAS的攻擊行動 那 不論是2014年啊 你看 可以看到那個 左下角那裡 有個那個 Synolocker 那這個的話是2014年就有了 所以已經快 已經8年左右了 那 呃 我們 再看過去幾年來的話 有許多 呃 針對 NAS的 呃 不論是Lawson軟體啊 或者是CryptoMiner啊 或者是呃 也有很多BotNAS喜歡打這種 呃 小型伺服器這樣子 好 那 呃 我看了一下過去 這兩家 他們過去12個月發的 security advisories 呃 可以看到 呃 QNAP在過去一年就已經有 至少 他們發了37篇的那個security advisories在他們blog上面 那呃 他們其中有很多點名到 呃 呃 一些常見的威脅 那呃 呃 他們過去這一年 呃 常被呃 deadbolt這個 Ransomware group打 那還有提到一些比較小的 像 Echorex啊 Checkmate啊 Qlocker這些 那呃 呃 除了這些Ransomware以外 他們其實也有特別提到一些呃 Generic的crypto miner啊 就是有特別 又 Threature會打上去 然後就直接在上面挖礦這樣子 好 那這接下來的話是Synology的部分 Synology的部分的話就是 相對來講他們的security advisories就少 少很多 就是呃 比較沒有多太大呃 呃 的洞之類的 那 呃 不過在過去這一年呢 也是有不少啦 就是起碼有18個 advisory 然後呃 也是有被呃 也是有發 呃 Ransomware相關的警告 那也是可以看到他們有被這個Natotalk 在這個 Ransomware group打 好 那呃 在接下來的話是呃 我們 在講這些NAS的時候 呃 我們剛才講到一個方便性這個呃 重點指標之一就是呃 Synology跟QNAP 他們為了呃 呃 讓用戶可以方便在呃 網路外面呃 在家家網外面呃 輕鬆存取一些NAS 那尤其是呃一般用戶絕對不會知道port forwarding是什麼的 那呃 他們這兩家有提供一些比較方便的服務 那就是他們可以申請用 用 他們家的 他們自己家底下的呃 呃 DDS subdomain 那所以像是剛剛我們剛剛Google看到的就是呃 Synology有Synology.me 然後QNAP的話有那個賣QNAP cloud.com 那 呃 看這個Synology的case的話就是過往要申請呃Synology他們這個quickconnect服務的話 那照理來說應該是要用這台NAS的呃 呃 MAC address跟 Synology number才有辦法正常呃去取得這個quickconnect的權限的 那這個quickconnect申請權限的話呃 呃其實我們有發現地下論壇就是有這個有已經有人找出可以算出那個 自正當的MAC address跟serial number的方法 那基本上只要serial number對然後這個這個裝置的確有 有曾經出場過可以看到右邊就是這裡有寫說呃 呃並不是所有serial number都是正確的有些是呃必須要被生產出來才是對的 那呃他們只要有這兩個就可以呃accessSynology的那個quickconnect服務 那就透過這招的話那其實也可以就是冒用其他就算沒有生特別去申請呃Quickconnect服務然後去冒用他的機器 然後來呃申請這個DDMS 不過我們今天的主題不是特別要講這個DDMS的服務而是呃我們今天要找出呃這些DDMS的soft domain我們要找出呃有沒有特別異常的呃 很明顯很明顯看起來不是正常NAS的端點 或者是被打爆的那呃 那首先我們就是挑了幾個篩選條件 那第一個篩選條件的話就是呃 呃我們可以從呃一台NAS不太可能在多個國家裡面呃突然間從今天從呃這個國家然後跳到另一個國家然後隔天又再跳回來這樣子 那呃呃所以我們第一個篩選條件的話就是找這種呃很喜歡到到處各個國家到處跑的像這個這個這個我們有舉例就是呃從China然後跳到JP然後跳那個韓國然後跳回到CN這樣子 那另一個的話就是呃我們有找了就是有使用多多個subdomain有解析到同一個IPaddress的呃這些NAS那當然一個一個家庭底下一個IPaddress的確有可能會有很多個NAS出現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只是把這個篩選條件當作呃一個條件之一而已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呃VPS部分就是呃 想知道這些NAS不太可能會出現在呃VPS的網域底下 尤其是自家網路的話你自家網路的話ASN可能頂多就是中華電信啊啊ChinaTelecom啊這些 那呃我們只要找這些呃很明顯是在呃比較一些知名的VPS服務商的ASN底下像是呃DigitalOcean啊Amazon啊這些 好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講一下我是怎麼做這個實驗跟驗證的 好那首先呢我們蒐集了一些資料集那這些資料集的話呃我們找了SignalH.me底下的資料集 然後還有MyQNAPcloud.com的底下的domain 那SignalH.me的話我們收集了差不多一萬多筆左右 然後MyQNAPcloud底下我們收集了差不多五千筆左右 那這裡面有些資料是從這個Abuse IPVP這裡面翻出來的 那我們資料集不只有是不只有從這個地方出來啊 好那篩選的條件的話就是呃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三個條件就是 就是在VPS上面的幾個NAS然後還有呃在各個不同國家到到處亂跑的NAS然後還有呃 很多不同的DDS然後resolve到同一個IP address的呃那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通過這三個條件的話來可以來找出就是 很明顯是有問題的NAS之一 好那首先我們來講一下第一個可以看到呃 我覺得找到特別奇怪的一個NAS那第一個的話你可以看到他2020年的時候 有resolve到一開始是從China這邊出來 那接下來的話他過了一個月突然突然間就跳到德國然後而且跳到德國還是XTOM 那XTOM的話呃 有看過這個ASN的基本上都知道他呃不是一個VPS provider要不然就是一個呃很多伺服器都在都在這個ASN底下的一個provider 那在接下來的話他過一個月又在跳那接下來的話是突然間就跳到香港 那這個香港的話是在DMIT cloud這個ASN底下 那接下來他就引捏了一段時間 他從1月到12月之前都沒有出現然後12月的時候突然間就開始有新的resolve了 那呃這個resolve的話也是就是呃這次直接跳了又回到中國了那這次也是在China Income底下 然後過了兩個月之後呃還是在呃中國境內不過又換了一個IP 然後接下來過兩個月突然間又跳到香港然後這次香港的話就是直接在Microsoft ASN底下 那接下來過兩個月又突然間回到香港又回到中國了然後過兩個月又是中國 那呃呃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呃呃他在這這個短短期間之內這呃一年多的期間之內 呃呃有在各個國家到處亂跑 那呃呃我們這裡面也有很奇怪的是這個事情每一個resolve的時間都差不多只有兩天而已呃所以呃呃他不是說1月到12月都是同一個IP 沒有他這個resolve可能就只有兩天然後之後就之後那個DNS record就不見了 然後再接下來的話這個也很奇怪這個一開始是在Hong Kong然後呃呃他光是一開始出現的ASN就很奇怪了他一開始出現的ASN是在Cloudflare底下 然後突然間呃呃過了幾個月又直接跳到Amazon 然後接下來從香港又直接跳到新加坡那新加坡的話這次就直接在Linode的Linode就是一個呃呃蠻有名的VPS服務商 那Hong Kong呃呃這次接下來的話又是直接跳到香港那跳到香港的話是這個PCW IMSC這一家呃呃的服務商 然後呃呃更奇怪的是他接下來又突然間跳到台灣那是在台灣的話就在直接在中華電信底下 那呃呃呃過兩月之後又回到了中國 然後之後在在中國待了一段時間之後又回到了香港 然後突然間呃呃又回到了中國 然後可以看到這這最後四個呃呃他都是在八月的時候所以這個這個算蠻新的就是呃呃他這在這個月的時候突然間 一下子從這邊跳來跳去跳來跳去跳來跳去然後到現在是在香港的呃呃Microsoft的ASN底下 那最後這個的話是呃2021的時候在China Telecom然後 然後過兩月之後突然間跳到呃US然後呃呃這個跟前面兩個提到不一樣的就是他這個resolve的時間比較長一點就是呃 可能resolve的時間可以從幾天啊到幾個禮拜這樣子 那可以看到他突然間從中國跳到USA然後又跳到USA然後接下來 呃再跳到新加坡 那這次到新加坡的時候就是DigioOcean了 那接下來再回到USA又是IT7這一家那IT7這家的話其實呃他們底下的服務蠻多的那有很多VPN的服務商也是在這個呃ASN底下 那呃呃其實我們曾經有考慮過一個問題是呃這些搞不好是被當作呃中國境內的網 網路用戶想要把它當作跳板機來呃連連到外網的 那呃的確網路上有一些教學是讓教你怎麼在呃Synology上面裝FRP那FRP的話是一個你可以把它想像是一個reverse proxy的東西那它是open source啊你可以在呃Github上面找到那這個FRP的話呃 呃有正當用途也有不正當用途那FRP呃我們也曾經在一些攻擊中有看到過有人用FRP這樣子那呃呃不過重點是呃這個呃 呃當作跳板機雖然說這個感覺聽聽起來不太可疑可是基本上呃呃如果是當作跳板機的話也很少會在很多個短時間在內呃呃不同國家跳來跳去的所以我們還是把它當作很可疑的呃呃NAS之一 那你可能會想說那這到底能證明一些什麼好這就是問題我們其實不能證明說呃呃這些NAS是有真的有問題的因為我們去查了一下這些呃Resolve的IP那其實我們看這些IP也沒有看到說有實際上有真的有惡意行為然後也沒有看到相關呃呃 一支承承的成績點現在上面所以呃呃這部分的話我們接下來就是来看說呃我們找找一些我們真的有實際在呃真實世界中看到有estähando相關呃呃有承州도ya的 的onto對不對上面那這部分的話就是給Charles 大家好 我是Charles 在之前的章节 那Steel先跟大家介绍了一些 NAS常见的网路威胁 然后我们接下来又跟大家提了一些 就是我们在追踪网路的 网路攻击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一些NAS比较异常的DNS解析记录 我们尝试做依照我们所观察的一些现象 然后想要做一些实验来找出可疑 或者是甚至恶意被利用的NAS装置 但是我们最后虽然找出了一些 看起来很可疑 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实际证明 它有跟什么恶意层次相关 那所以接下来这个部分 我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 我们过去这一两年 那实际上在我们最终网路攻击的过程中 看到这一些NAS被滥用的一些案例分享 这样子 好那我这边要分享的第一个案例 是来自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Slime40 或者是外界把它们叫做Famous Sparrow 或者是Ghost Emperor 那它们是一个中国的王军族群 那我们是在帮客户做一个事件调查的过程中 那我们从攻击者的来源IP 我们找到了这一个可疑的Synology Dynamic DNS 那如从刚刚Steel所提到的 这一个DDNS 绝大多数的解析记录都位在中国境内 然后位在两个特定的网段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的就是 它在那个2021年的4月到12月之间 那突然跑到了香港跟新加坡之间 那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所以说这是我们当时在做事件调查中的时候 引起我们好奇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呢我们尝试着把这个用Meltigo 做一个图像化的表示 然后各位可以看到最上方的这个IP 就是我们当时在做那个事件调查的时候 所看到攻击者的来源IP 那下面跟它关联的那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很可疑的Dynamic DNS 然后呢它所解析到的那个IP 那就是绝大多数都位在中国的特定两个网段 那就是最右边的那个block 那其他的4个IP 就是分别位于香港跟新加坡的VPS的IP 那各位可以看到的就是最右边的那个IP 那它还有另外一个解析到的那个Synology Domain 也是我们觉得看起来非常的可疑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二个Case 是来自一个叫做我们叫做阿米8 或者是外界叫做apt41的那个攻击行动 那同样我们也是在某一次帮客户做事件调查的过程中 观察到这一个这一连串的网路架构 那接下来的那个网路架构比较复杂 所以我接下来会用动画做一个一步一步的说明 来带大家看到我们看到的一些有趣的现象 好那首先呢我们在帮客户做事件调查的时候 那我们从我们的一些结论 那我们推断这个网路 那我们从结论来推断 我们认为这个攻击是来自一个叫阿米8的攻击族群 然后呢它当时的来源IP是这个42开头的来源IP 那我们当时也是做一个DNS记录的查询 那我们发现它跟两个Synology的DNS服务有关联 然后呢上方这个John开头的DNS服务 从它绝大多数的解析记录 我们推断这个装置应该实际的所在位置是在于中国 那下方这个EDIS开头的这个domain我们推断它 因为它绝大多数的那个IP解析是在香港 所以它实际的装置位置所在地可能是在香港 那除此之外呢上方的这个domain我们还查到了两个跟它相关联的那个VPS IP 然后我们再拿这两个VPS IP又找到了另外两个非常可疑的DNS 那也是跟Synology相关的 然后呢这两个IP又可以再关联到三个可疑的VPS IP 那这边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三个VPS IP 我们在不久的时间点我们就在另外一个事件发现到这三个IP 它被使用在另外一个中国王军族群Synology 40的攻击行动之中 那这边我想要特别说明的就是我们已经追踪阿米巴跟Synology 40 这两个王军族群蛮久的一段时间 那从我们的研究结果呢 我们认为这两个王军族群之间存在一些微妙的关系 那包括了他们之间的工具 然后还有一些攻击技巧都有蛮多雷同之处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过去一直认为这两群可能有点关系 但是他们的网路架构并没有办法关联上 所以我们把它们拆成两群 但是呢从这个Synology的这多层观点来看的话 我们怀疑他们也许在网路架构上也有一定程度的overlap 好那第三个case的话是一个我们叫做GOSER 或者是外界叫做Tropic Trooper的一个王军族群 或者有人叫他们T-boy 那同样的我们是在帮客户做事件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这一个案例 然后呢我们在帮客户做事件调查一开始 我们就发现他们的对外的Gateway IP某一个POL上面就有一个Synology的NAS装置 那我们当时是高度怀疑说 这个NAS装置有可能就是攻击者最一开始进到这个受害者公司的一个入口点 但是当时的漏口已经被洗掉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并没有办法做一个验证 那这个case的话又更复杂的是 当时攻击者他总共用了四个来源IP 然后去存取一个他们部在受害者网路环境的一个叫T-EB-SHOW的后门程式 那这边如果对Tropic Trooper这一群人有做过研究的应该知道这个后门程式 然后呢我们拿这四个IP 然后去做一些跟刚刚一样的那个DNS解析记录的关联 那我们总共找出了17个相关联的Dynamic DNS Domain 然后这17个DOMain总共解析到横跨11个国家的293个IP位置 好那这边更有趣的现象在于 我刚刚提到攻击者的来源IP总共有四个 那我们发现这四个IP其中有一个应该是这个六二开头的这个IP 然后呢我们在做完事件调查的之后 我们再去针对这个IP做了一番研究 那我们发现在攻击者使用它之后不久 大概十几天左右 有人在网路上使用了这个IP 然后呢它连到Wikipedia 然后做了一些Wikipedia条目的修改 然后因为呢它修改的内容充满了正义性 所以当时就是Wikipedia的战方就是有做一个裁决的动作 所以这个记录特别被保留下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当时 修改的其实是应该在2020年左右吧 美国有一位那个弗洛伊德 那他因为警察执法过当 然后呢造成当时的一个名叫黑人命贵的一个运动这样子 然后呢这个运动在随后在中美双方分别都因为这个事件 然后他们不管是官方或者是网民都因为这个运动 然后掀起了一番论战这样子 那所以说当时这个使用了这个IP来做内容修改的人 他的修改内容有被保留下来 那我特别这边特地把它做一个highlight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当时修改的内容包括了什么 他修改的内容包括了 他特地把中国大陆修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再来呢他把香港 香港这边原本上一位编辑者是把他独立于 中国这个区域之内 那他特地把香港这个区段的内容把它移到 就是变成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呢他又在 他又自己加了就是一些共青团 关于这个事件的一些评论之类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这个来源IP的所在地其实是位在台湾 那我们很难想象就是 台湾的网民会使用这样子的一个跟中共官方官宣 高度一致的一个立场跟论点来做这样子 Wiki条目的修改 所以我们猜测 这个修改行动背后可能是中国网军的一次认知作战的一环 但是我刚刚提到就是 这个Wikipedia的修改时间跟我们观察到 入侵我们客户的APP攻击行动之间有大概十几天的差距 但是我们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确认就是 APP攻击行动跟这个Wikipedia修改之间 背后的攻击者是不是来自同一个人这样子 好那最后我们刚刚提到了三个案例 然后呢 这三个案例的特径就是 我们都看到在客户端看到了攻击者 用了一些跳板IP 那这些跳板IP我们去做一些Dynamic DNS的关联分析之后 我们找到了一些可疑的QNAP或Synology的DNS的domain 那我们接下来这一页想要做的就是 我们想要针对攻击者 他是如何去运用这一些NAS装置 做一个推测这样子 好 首先我们怀疑在中国境内有一个 或者是多个攻击族群 那他们尝试着去拿到许多的NAS装置 那他们拿到NAS装置的方式可能包括了使用漏洞 因为Steel一开始提到嘛 最近对蛮多那个Security Adversary 或者是呢 他们可能用一些使用者 他们设定的弱密都是一些SN4、56之类的 那就用这些弱密去做破解 那就可以让帮他们拿下肉机 或者是Steel刚刚也有提到就是 其实现在已经有序号机 去帮你算出那个Synology的那个序号 那你就可以去自己 就是你不必实际拥有一个Synology装置的情况底下 你就可以拿到一个Synology的Dynamic DNS服务 好 那所以呢 他用了这么多的NAS装置之后呢 他就建了一个类似Barnet的架构 然后呢 他在境外 也许是香港 也许是新加坡 或是台湾 或者是甚至其他国家 可能可以租用一个BPS伺服器之类的 对外Gateway IP 然后呢 攻击者连上这一个NAS所组成的Barnet之后 他如果想要进行攻击行动的话 他就把他某一个 当时最外层的NAS装置 跟他位在外部的那个Gateway Server 建立一个网路通道 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他到时候就可以透游 这个最外层的Gateway Server 然后呢 去进行他想要做的一些 不管是做认知作战的发文 或者是做一些apt攻击行动的入侵之类的 对 那为什么攻击者想要这样子做 好 首先 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我们如果想要往回追这个攻击者的话 我们会遇到的第一个障碍 是这一个VPS IP 或是他对外的 他可能也可以用compromise的方式 那即使我们运气好 我们可能可以跟一些service provider 做合作取得他的来源IP之后 那我们可能又取得的是 他Barnet的其中一个装置的来源IP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攻击者他可以在这个VPS外加 这多个NAS装置的Barnet层层保护底下 来进行他的匿名攻击行动 然后达到一个他的operation security的一个目的 好 那最后结论的部分 好 我们在这一场talk的最一前面 我们为各位介绍了跟NAS装置的一些 比较广为人知的攻击行动 那可能包括了勒索软件 或者包括一些挖矿程式 那我们也提到我们在持续追踪网路攻击的过程中 我们一直看到了一些NAS 然后有一些比较奇特的现象 那我们归纳了三个比较奇特的现象 然后来协助我们判断说这一些 某一个NAS是不是有异常的 被攻击者在使用者不执行的情况底下 做秘密利用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尝试着做了一些实验 但是呢 我们的实验结果真的是 因为这个我觉得就是有点像Barnet的感觉 那非常难去验证说这一些装置 是不是真的使用在一些实际的攻击行动中 因为我们虽然找到一些非常可疑的NAS DDNS 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跟他们相对应的恶意程式 好 那最后我们用了一些实际的apt案例 那我们这边总结一下 那这些apt攻击者可能可以怎么使用一个compromised的NAS装置 首先呢 他们可能会尝试的入侵很多的NAS装置 那如果呢 他们成功的打进一台NAS装置之后 他们发现这是一个有勤之价值的目标 他们可能就可以直接透由这个NAS装置 往内网持续的渗透 做内网移动的动作 或者如果他们觉得这个好像没什么利用价值 他们可能就会把他建成一个Barnet的一个部分 那这些Barnet可以用来做什么事情呢 首先 他可能可以用来当做他们恶意程式回联的一个中继站 那如果他们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他们可以使用NAS所提供的Dynamic Delance 然后可能加上一些动态的IP的服务 然后在那个NAS装置上面做一些Port Forwarding的动作 那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就会导致我们很难去 往回一层一层的追到攻击者实际的所在IP 或者是他们可能用建立一个Barnet的方法 然后让他们对外 然后去做一些入侵行动之类的 好 那我们也提到就是我们的看到的NAS装置 看起来好像有跟一些认知作战的发文 那我们刚刚是以Wikipedia为一个实际的案例 那我们在观察的过程中 也有看到有一些人用在PTT上面发一些蛮激进的言论 那我们认为这个可能也是相类似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目前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些APT攻击行动 跟这些认知作战之间背后的攻击者是不是同一群人 好 那最后一个简单的工商时间 就是identify我们就是在 我们非常的需要热情的 对自然的有兴趣的你 跟我们一起奋战 然后一起对抗网路攻击的行动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talk 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非常感谢来自Charles跟Steel的精彩的演讲 那现场的会众呢欢迎举手发问 网路上的会众也欢迎使用官方提供的slido channel 来提出问题 我们这边会relate大家的问题 好 这边有一位听众有问题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就是 你们后面有提到一个possible screen 就是说 骇客可能在中国境内入侵的多台 多台NAS设备并且弄成巴内 然后呢并且可能在香港租一个VPS服务 然后利用这个来攻击台湾 那你们有发现了很多DN 比如说可能有一个DN是 Brababada Synology之类 打密之类的 那这个DN第一个问题是 它一定要绑定NAS吗 还是说这个DN可以 比如说绑定刚讲的VPS 然后再从VPS转到NAS也是OK的 然后再来就是 NAS比起一般的PC 就是说你们发现 他们可能是用NAS来作为中基站 那以前中基站可能大部分都是以PC为主 那NAS比起PC 你觉得对骇客也有什么 更多的价值 导致说它现在改用这个方式攻击 谢谢 你刚刚提到就是攻击者 是不是一定要使用Synology的一个DN 那当然它如果只是要进行一个单纯的攻击行动 其实是不需要的 那我们刚刚提到 之所以我们会观察到那样子的现象 就是OK有攻击者来源IP 但是它绑定了一些Synology DDNS的原因是 它这边要做一个 它的最外层的 它最外层的NAS装置 就是跟它的那个最外层 就是实际进行攻击的那个Gateway Server之间的一个Network Tunnel的动作 所以说会产生这样子的现象 会产生这样子的现象 那你刚刚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 用NAS跟传统用PC之类的来进行有什么好处 那我觉得基本上 因为刚刚Steel提到的NAS真的非常非常的普及 那我觉得好处 第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量很大 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很容易取得很多的肉 我们把它想象成肉机这样子的感觉 那它这么大量的肉机 可以方便它做一个很弹性很有效的运用 然后呢 这些NAS装置 其实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很简单的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有点IoT装置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相信攻击者 如果真的要利用这些NAS装置的话 它比较有可能的是在上面做一个 Pull Forward的程式 然后呢 它的流量到时候就会直接 经过这个NAS装置做一个中转的动作 然后也不会有档案Landing 在那个装置的情况底下 那这样子的情况其实能够达到更好的隐秘性 对 那这个是我们 Follow up 那再问一下就是刚刚说它有用比如说Synology的DDS 那另外问一下就是它申请完Synology这个DDS之后 这个DDS一定要配Synology的系统才能用吗 还是说不一定 随便配一个PC也可能可以使用 哦 那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刚刚Steel最前面这个 不好意思 这个 这一页其实就在讲这件事情 OK 它当然可以用实际供给的方法去拿下一台NAS装置 那它拿下NAS装置之后可能就可以控制那个DDS 那如果它不想要这么做的话 它可以用另外一个更有弹性的方法 就是用这些序号机 然后呢用算出来来序号 然后呢就是它没有 实际上没有一个NAS装置的情况底下 它也可以取得一个 由Synology或者是QNAP所提供的DDS服务 那如果你有玩过NAS的话可能会听过什么黑群灰之类的 那这其实基本上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你没有一个实际上的合法的NAS装置 但是你还是可以用它们的服务这样子 好那我们有来自网路上的两个问题 不三个 第一个是想要请问两位讲者就是 这部分有没有通报Synology更改DDS的认证方式 以避免被滥用 并没有 因为我们认为就是其实这件事情的责任 并不在Synology身上 因为其实在Synology之前 我们已经看过很多这类的DDS服务被滥用的情况 那我们的认知啦 这个Synology或者是QNAP在这件事情的角色 它比较像是一个平台的提供者 那主要是它的使用者去滥用它 或者是 它的有一些使用者 他可能网路使用习惯比较不好 用一些弱密的方式导致它的那个装置就被入侵之类的 那如果真的有漏洞的话 那当然我认为是Synology或QNAP他们该修的 那他们也的确发了一些Security Adversary这样子 OK 好 那来自网路上的第二个问题是想要请问说 Multigo中为哪一个 为入哪一些Tools的API Key 才可以关联到这些情资 谢谢 我们用的是VirusTotal跟RiskIQ OK 好 那第三个问题是 想要请问这些潜在以遭滥用的NAS Domain 或IP是否有办法取得 比如说透过ISAC 或者是你们会公开这样子 我们目前是没有公开啦 但是我们的那个图上面应该是都看得到这样子 我们就有部分的放在简报上这样子而已 不会全部资料集都放不出来 OK 好 谢谢 那请问现场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欢迎举手方位 你好 我是NAS的使用者的话 我要怎么知道我的NAS实际上可能有被贡献 我个人觉得的话就是 以再加一个在家里的使用者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就是几个事情 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平时就要好习惯 尽量如果没有开在外面的服务就不要开在外面 然后至于说要怎么检查 有没有已经被害的话 我觉得这时候就是你要自己去看你自己的NAS 就是第一个有没有奇怪的东西在跑 然后第二个是你可能要监控一下就是家里出去的那个 出去的流量啊或Port有没有很奇怪的东西 那至于预防的话就是我刚讲的就是 该装的Patch啊 然后还有不要有肉蜜这回事 然后还有没有要公开的服务 就是自己留在家里就好了这样子 OK好谢谢那现场还有没有其他提问欢迎举手 网路上面slider好像已经没有问题了 OK好那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 谢谢Charles跟Steel谢谢